妹妹把她的穷鬼为婚夫塞给了我,姐姐,你天生见命,就只配合这穷鬼结婚。 我看着面容屈黑,裤子破洞的宋妍,沉默了,这货,昨天还在拍卖会上大手一挥,送了我一条上百万的项链,宋妍小声嘀咕,大小姐,你是掌管公司太累了吗,怎么也喜欢玩这种装穷cosplay。 我去参加了个宴会回来,家里就围了一屋子人,大伯二婶三舅四姨什么的都来了,妈妈严肃地坐在正位,将一张红色的婚书拍在茶几上,沈安,你回来得正好,这婚约就由你来旅行吧。 我挑了挑眉,哦,这婚书我眼熟,是我爹被撞成植物人之前,一个老头忽悠他定下的,那老头说,他命中有一截,必须要让自己的女儿,和婚书里的那个男人结婚,才能话显雷夷。 爸爸一听,就感觉那男的是个高人,说什么都要沈鸟鸟来结,这个婚,我妈许文凤却不甘了,闹死闹活不同意,拖着拖着。 我爸就被车撞成了植物人,现在在医院里都躺了快五年了,我悠悠开口,可是爸爸说,这福的妹妹来想啊,我是什么葱,也配。 沈鸟鸟站在一旁,怪笑了声,爸爸已经昏迷五年了,你还指望他醒来主持大局。 沈安,你简直是在异想天开。 这下,其他亲戚也开始七嘴八舌地劝我,安安啊,你妈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是她亲生的,她怎么会害你呢? 是啊,小安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妈这些年不容易,一个人拖着你俩,你这孩子咋还不知道感恩呢? 哎呀,文凤呢,你平时就是太惯着这小妮子了,现在她翅膀硬了,能跟你畅反掉咯? 我拿起茶杯狠狠地往桌上一敲,管你们屁事啊,你们喜欢,你们来嫁。 许文凤顿时急眼了,扯着嗓子骂我,沈鸟,你现在真是蹬鼻子上脸了,敢跟长辈这么说话? 我早就让人调查过了,那男的家里都穷得快要揭不开锅了,你让你妹去嫁,那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 我点了点头,挺好啊,还用我添把柴吗? 沈鸟鸟翻了个白眼,开始阴阳怪气,姐姐,妈妈不忍心告诉你,还是我来告诉你吧,算命地说了,你天生贱命,就只配合这穷鬼结婚。 听到天生贱命这四个字,我的眉头皱得都能夹死一只苍蝇,他们还想开口,却被我狠狠对了回去,沈鸟鸟,你要是嘴闲就去舔马桶,别在这土巴巴,妈,你生我们的时候,是连带着把自己的脑仁,一块儿生出来了吗? 现在,说话做事,怎么跟个智障一样?大伯,人口普查,没查到你家吧?你都快不是人了,二婶,如果你不傻的话,一定很聪明吧。 三舅,您爸妈身体还好吗?要还行的话,赶紧再要一个吧,你这号算是废了。 等我转头准备朝四姨吐口水时,她已经悄悄地脚底抹油开溜了,我只能对着她的背影大喊,四姨,哎,你慢走嘞,滚,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许文凤脸都被气绿了,她干脆也不维持她呢,可有可无的慈母形象了,抄起桌上的婚书就朝我脸上扇,混账玩意儿,算命地说你克我,是个灾星,果然是真的,你不去乖乖结婚,就别想享受这个家的任何好处。 她的话,我都左耳进右耳出,唯一让我在意的点是,婚书上,南方的名字是,宋颜,世界,该不会真的这么小吧。 此日,当灰头土脸,面容屈黑,戴着顶破烂草帽,裤子上面有八个洞的宋颜,大摇大摆走进我家时,我彻底沉默了,这他妈不是宋家的小少爷宋颜吗?穿成这个调样是作灭啊? 神鸟鸟以为我是看不上宋颜,一边涂着指甲油,一边不懈地讽刺道,宋先生,你可别嫌弃我姐哦,我姐脾气不好,恐怕要你多担待担待了,他呀,没有公主命,还一身公主病。 宋颜没理他,鬼迷日眼地坐到我旁边,用草帽遮住嘴,小声在我耳边嘀咕道,你怎么没带我昨天送你的那条项链? 是不是太便宜了不喜欢?哎呀,我就知道,这三百万的破烂玩意儿根本入不了你的眼。宝,那是你妹妹吗?她在发什么疯? 大小姐,你是掌管公司太累了吗?怎么也喜欢玩这种装穷cosplay? 我听了宋颜这番贼喊捉贼的言论,视线从头到尾扫了她一圈,再次看到她裤子上的八个破洞时,嘴角抽搐道,什么叫野? 难不成你平时都喜欢穿成这个鬼样子?宋颜文言,一脸嘚瑟道,我这身装扮怎么了?不够时尚吗? 这么多当红元素凑一起,要是把它挂在你们时尚公司的海报上,不出三天,绝对会成为当季爆款。 算了,不说这个,听说过几天还有个拍卖会,会上全都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要不要一起去玩玩? 我来了兴趣,抬眼将目光落在看热闹的母女身上,示意有更加棘手的事情要处理,宋颜冷哼一声,这有什么?包在我身上。 只见她把手从草帽上挪开,吹着口哨吊铛铛地看着母女两人,这小妞长得真俊,十分适合给我当媳妇,这婚事我准了。 沈鸟鸟一听,赶紧将手中的指甲油放下,笑着拍手,既然这样,宋先生赶紧将您的准媳妇带走,免得过了今日,她就要露宿街头落,没想到这样的女人也有人看上,不过也正常,天生命贱的人就应该配你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鬼,几天后都不知道死在哪个桥洞底下。 我听不下去了,指着沈鸟鸟的鼻尖开始咒骂,我以为你只是喜欢舔马桶,谁知道是直肠连着大脑,脑袋不大,里面装的全都是屎,没刷牙就别跑出来,一张嘴就喷粪,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吃不起饭,吃的是屎。 宋颜没插嘴,在一旁鼓起了掌,沈鸟鸟被骂懵了,反倒是身旁的许文凤看不下去,勃然变色指着大门,从今天起,沈家没有你这个人,你就好好跟着那个穷鬼露宿街头吧。 我骂爽了,领着宋颜离开了沈家,一出门,坐上了最新款劳斯莱斯扬长而去,几天后,拍卖会上,我低头翻着手上的宣传册,最后看上了一块杨枝白玉,台上工作人员手脚麻利,第一件货品就是令人瞩目的杨枝白玉,也是我想要的,起拍价两百万。 我举起牌子,五百,话音刚落,远处传来熟悉的嗓音,五百五十。 我和宋颜转头看去,较嫁得正是前些天见过面低沈家二人,对方看起来势在必得,宋颜看见来人,连忙凑过脑袋小声嘀咕。 我听说,宋师集团出了点问题,打算拍下这块玉,借花献佛,你说我俩要不要整整它们? 我挑了挑眉,再次举起牌子,八百。 众人哗然,在座的心里都清楚,这个价钱已经远超玉的本身价值,纷纷放下手中的牌子,不远处,审视二人也在犹豫,锤子落下前一秒,叫价继续,八百一十。 我听到明显底气不足的声音,吃笑一声继续静拍,一千。 我成功买到这块杨枝白玉,不等工作人员将它递到我手中,跟前出现两道阴影,许文凤满脸震惊,眼睁睁地看着货品被工作人员递到我面前,你们两个穷鬼哪来的钱? 别以为穿的人母狗样,就能在拍卖会上坑蒙拐骗。 我笑了,反问,我哪来的钱?可能是路上捡的,也可能是别人家里偷的,没准是天上掉下来的。 旁边有人看不下去,震惊到,你这女人在发什么疯?那位可是宋家的小太子爷宋颜,你不会连宋家都不知道吧? 许文凤愣了,宋家,什么宋家?不可能,那穷小子明明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她拽住我的衣裳,臭丫头,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宋颜拎住她的衣领,用力一推,怎么后悔悔婚了? 放心,我就是不想娶沈鸟鸟才让人做了个假身份,你后悔也没用。 许文凤和沈鸟鸟傻眼了,他们还想追问,却被工作人员当作闹事地赶出了会场,这几日,我都在公司里忙着近日上新时尚单品的事情,正准备喝口浓咖啡续命。 沈鸟,你是环球上的员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脚步声伴随着刺耳的尖叫声,一同响起,沈鸟鸟出现在跟前。 这可是全球五百强的时尚公司,就你也配。 无所谓,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跪下来向我道歉,那天拍卖会的事情,我可以大人不计小人过,不然等沈氏谈成合作。 我第一个把你吵了,别以为你攀上颜这个高知,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我告诉你,它迟早是我的掌中之物。 我默不作声地听了沈鸟鸟的胡言乱语,回想,自己作为老板并没有向沈氏提出合作。 二话不说,我直接掏出手机,沈氏的人怎么会出现在公司? 最近公司有合作吗? 电话里,助理细细解释,老板,是这样的,沈氏集团最近面临经济危机, 我想着趁这个接过眼,赶紧将它收购下来,现在人已经过来了吗? 等等,我马上过来,本来以为对方还要考虑,想着今天找时间和您讨论方案, 没想到沈氏竟是一点都不挣扎。 电话还没挂断,这边沈鸟鸟已经彻底站不住, 脸色猙獰地指着还未挂断的手机,质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氏集团只是面临一点小危机,就你们这破公司还想收购,真是天方夜谭。 他的声音拉得又细又长,尖叫又刺耳,你是这破公司老板的秘书。 行啊,你没少出麦色像材,当上秘书的吧? 秘书? 笑死,原来他以为我只是秘书,我没有解释,只是淡淡地贴了眼狼狈且不安的神鸟鸟,笑容肆意, 这公司破不破,还轮不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如果沈小姐暂时没有卖掉公司的想法, 那就别浪费口舌,你家那俩歪瓜裂枣,还真不够格和我们公司相提并论呢。 我回头看了眼保安,赶紧把人赶出去,以后只要和沈氏集团沾边的人,都不允许放进来。 保安速度很快,一把抓过沈鸟鸟的手臂,直接将人提了出去, 沈鸟鸟号叫道,沈安,你等着,我回家就告诉妈妈你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 我懒得理她,一个小时后,许文凤打来电话质问我, 沈安,你是不是偷偷转移了公司的财产? 贱人,你就等着被起诉吧。 我大骂,有病,挂断了电话,全公司几百号人忙碌了大半个月, 终于迎来了上新日,这次展会各领域的顶级大佬都会前来参观, 距离开展前半个小时,我还在现场打点。 突然,助理冒冒失失地从外面跑进来,脸色慌张,说话时还有点结巴。 不好了,方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迟迟不见人。 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方琳,是公司谈好的压轴模特。 我面色一冷,扔下手中的物品,紧盯着助理,慢点说,怎么回事。 助理慌了神,哑着嗓音回应。 早在两个小时前,我打电话确认方琳已经在化妆室做妆造。 后面在打电话时,她却说自己在路上堵车,连续好几通电话都是同样的话术。 本来我想向您汇报的,可是她在电话里一直,保证可以按时抵达展会现场。 我,我就没,没跟您说,谁知四十分钟前,她就开始失联,不管是本人还是经纪人的电话,都没有人接。 我听了助理的汇报,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想法。 这是,估计是有人蓄意收买了方琳。 我深吸了一口气,现在人手够吗? 能不能找出一个模特完成方琳的工作? 策划人摇头,事发突然,她也找不到人。 这时,我脑海闪过一个人,宋妍呢? 她在不在现场。 屋子里正好有人见过宋家公子,连忙指着隔壁休息室。 宋公子来了,五分钟前,我还看见他在休息室。 我听了,脸色一松,来个人,去把他叫过来,化妆师赶紧就位,半个小时后,我要看见他脸上的装造。 化妆师呆了,啊,可是,可是宋公子是男人啊。 半个小时后,宋妍头顶绿色大波浪,眼贴精灵睫毛,身穿辣妹紧身小短裙,推门进来,他人已在墙壁上,挑眉爷鱼道,沈哥哥,严严美吗? 我的助理看到这一幕,五雷轰顶,吓得赶紧跑了,我懒得理会宋妍的油嘴滑舌,拉着他就往舞台冲,边走,我边问旁边,怎么样?联系到人了吗? 众人摇头,方琳还是不接电话,叮咚,短信提示音响起,是神鸟鸟发来的一条图文短信,怎么样? 神鸟,急得团团转吧,想必你这个来之不易的秘书职位,马上就要不保咯,照片里。 他和方琳正在医院里,方琳躺在病床上,看似全身打着石膏,眼底的挑衅却不言而喻,我秒回,违约金,七千万,记得替他赔了哦。 有了宋妍帮忙,展会举办得非常成功,他最后完美地将作品展示出来,也许是压咒模特的身份特殊,作品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宋氏甚至用官方账号转发了,宋妍女装走秀的照片,不愧是我家少爷,男人看了沉默,女人看了流泪。 网友们纷纷流言,奇猛了,压咒模特居然是男扮女装的。 卧槽,这是宋家小公子啊,救命啊,是哪个牛逼人物能让太子爷这么奋不顾身? 回楼上的,那肯定是宋家太子妃啊,一人血书,求求宋妍快点官宣,让我看看太子妃到底是何方神圣。 彼时,我和宋妍正在做spot,她揉着我的肩膀,委屈地问,大小街,什么时候履行我们的婚约? 你是不是不想对人家负责了?你是不是用完就想扔掉? 我翻了下白眼,赶紧装死睡了过去,次日,我是被电话吵醒的,扰梦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有事快说,我还能接着在睡会。 手机那头是宋妍,很急,宝贝,怎么回事啊? 昨天展会上的作品涉嫌抄袭,这会儿新闻媒体已经在夸大措辞报道了,你怎么睡得着的,本来我也在睡觉,谁知道那电话跟轰炸机似的,吵得我耳鸣都出现了,大小姐,你赶紧起来收拾收拾,想办法澄清吧。 宋妍说着,还在打哈欠,本来我还昏昏欲睡,听到抄袭两字,瞬间清醒了,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抄袭? 展会上二十件作品,全都是公司几百号人,努力出来的成果,怎么会是抄袭? 不等我打破砂锅问到底,助理的电话又来了,听筒传来明显的深呼吸,助理略带颤抖的嗓音开口, 老板,你终于接电话了,今天早上审视集团,突然给媒体扔了几张设计稿,里边全都是昨日展会上的作品,设计稿上除了一些细节,剩下的和我们上新的作品一模一样。 现在外界都在传言我们作品是抄袭、审视、集团,网络上更是骂声一片。 我紧握手机,哑声道,设计稿发我看看,这两天除了公关,嘱咐大家尽量不要出现在新闻媒体面前,有事情,立马给我打电话。 很快,手机收到助理传来的设计稿,每一张图片都非常眼熟,确定细节一模一样后,我驾车来到沈家,车子停在沈家大门口,我并没有立即下车找人讨说法,而是掏出手机给宋颜打电话,让她提防一下,免得宋家产业遭到陷害,宋颜清朗的嗓音传来。 如果你这通电话,再晚半个小时,我就准备亲自登门找他们了,真以为自己是个东西,宋家也是他能碰的。 你现在在哪儿?别跟我说在沈家大门口。 我的指尖点着方向盘,杨纯道,很好,我们已经心有灵犀了,既然你已经开始动手,那我们半个小时后联系,到时候我带着澄清证据找你。 电话挂断,我的视线落在沈家紧闭的大门上,迅速解开安全带,抬脚朝着门口的方向走去,刚进门,沈鸟鸟便站在楼梯口抱着胸,急言利色怒问,你回来做什么? 沈家不欢迎白眼狼,你给我马上滚出去,不然我就叫人将你直接拖出大门口。 争吵声引来许文凤,只见他气冲冲地过来,咬牙切齿道,你居然还有脸回来。 拍卖会那天让我们当众丢脸,这个点回来是打算跪下磕头道歉吗? 我告诉你,晚了。我们沈氏马上就会搞垮你所在的公司,吞并它,然后立马开除你,别以为榜上宋家就能高枕无忧了,你是沈家的女儿,到头来还不是得听我的。 我计讽地看着两人,动作夸张地掏了掏干净的耳朵,清朝已经灭亡了,新中国没有奴隶,有着指手画脚的功夫,还不如多读两本书。 沈鸟鸟,没想到你不仅嘴脏,手也脏,你是不是碰我房间里的电脑了?里面的设计稿是不是你泄露出去的? 沈鸟鸟脸色微变,强装镇定,什么电脑?什么设计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没有其他事情,你现在可以滚出沈家的大门,这里没人欢迎你。 我看到沈鸟鸟在嘴硬,连忙推开两人自己上楼检查,刚走到房间门口,门锁被人暴力打开的画面映入眼帘,推开门,里面一片狼藉,我的两台电脑数据是时时同步的,一台在沈家,一台在公司,果不其然,他们就是从放在沈家的电脑里窃取走了设计稿。 我大怒,抱着电脑下楼,你知不知道泄露别人的劳动成果,可是要坐大牢的? 沈鸟鸟,你就这么想吃牢饭? 此时,沈鸟鸟躲在许文凤身后,还在嘴硬,吓唬谁呢? 我可没有动你的东西,更何况你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泄露的,别在这儿发疯。 我点开电脑,页面正好是放在文件里的设计稿,直接对到沈鸟鸟跟前一字一句问道,那请问这是什么? 难不成我的电脑会自动解锁密码? 涉嫌抄袭这件事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的公司,还有临时被我抓来当模特的宋家少爷,你以为你能逃得掉? 本来沈家只是面临经济危机,现在被你这么一折腾,收拾东西找人收购吧。 不只是沈鸟鸟荒了,许文凤作为局外人也开始变得慌张,环球上公司是你的。 不可能。 沈安,你一直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你哪来的本事能背着我们开那么大的公司? 你现在为了唬人,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是吗? 我不打算在这浪费时间,抱着电脑抬脚离开,想着自己睡不好,其他人也别想睡得安稳。 何止啊,马上审视也会是我的了。 回到车上,正好是半小时,手机屏幕还是那串熟悉的号码,送颜懒散的嗓音带着机械感,你那边怎么样了? 提起这个,我怒气腾腾道,不仅房门被暴力开锁,就连电脑也被人拿到店里破解密码。 沈鸟鸟真的是皮痒,还好设计稿刚有雏形的时候,我拍了照,我把东西发给你,下午你找人一起发给媒体。 宋言轻生答应,等我倒过完这一切,已经是两个小时后,事情告一段落,短短半天时间,言论变天,环球上官方微博发了澄清公告,所有作品均没有抄袭,不只是澄清抄袭,随后还将沈鸟鸟的罪行粘贴出来,网友热评,赶紧把人告了,侵犯别人的劳动成果,真的巨恶心。 这是什么豪门戏码,居然真的有亲姐妹为了前权,反目成仇,这也太搞笑了吧。 卧槽,原来太子妃是环球上的老板,双强CP,果然牙硬了什么都能磕上一嘴。 硬什么?这糖哪里硬了?糖一点都不硬好不好,好甜好甜,我是土狗,我爱看。 本来这些微博热评,我都不知道的,还是宋妍特意截图发给我,不知道在野鱼水,休息几天后,我和宋妍相约在咖啡店碰面,喝下午茶,我搅拌着黑咖啡,真诚道,最近怎么样? 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多亏了你,不然还得拉扯几天。 宋妍没个正行,瘫坐在椅子上,大手一挥,接下来,你想怎么做? 总不能就这样算了,真要眼睁睁地看着沈鸟鸟蹦的。 我的视线透过咖啡店干净的玻璃窗,落在街头某个角落,在看到照片里的身影后,敏纯笑了笑,收回视线轻声道,当然不是,我准备了一份大礼,就等着找个合适的机会送给这两人,希望到时候他们不要被吓到。 宋妍见状,十分夸张地搓了搓自己的手臂,像是浑身上下都起了鸡皮疙瘩似的,哆嗦着,他们会不会被吓到,我不清楚,反正我被你吓到了。 对了,有个重大消息,要告诉你,看得出来沈家没有人主动通知你,还得靠我,沈氏集团老总醒了。 我猛地抬头,锐利的目光落在宋妍脸上,试图看出这人是否在开玩笑,半信半疑问道,真的假的?都躺了五年,还能醒? 宋妍摇头,这事是真是假我现在还不确定,既然传出来,说明他醒过来的可能性非常大。 话音刚落,桌面电话响了,我瞟了一眼,是管家的,来了。 电话接通,什么事?管家仓老的嗓音传来,大小街,赶紧来医院一趟,老爷醒了,就差您不在。 电话挂断后,久久没有人说话,宋妍看不下去,用手臂轻轻撞了一下我的肩膀,不解,呆着做什么。 醒了就醒了呗,他都做了五年的植物人,醒过来还能吃掉你不成。 你要是真的害怕,我可以出面帮你解决掉这些事。 我摇头,咧开嘴笑着道,我不害怕,只是没想到送大礼的机会来得这么快,既然醒了,那就所有人一起迎接我,精心准备的这份礼物吧。 免得当我好欺负,下午,我来到医院,病房内正如管家所说,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只有我刚来。 沈妍妍因为设计搞的事情,不仅被许文凤教训,连带着公司的老人也在阴阳怪气,导致他现在看到人就想咒骂。 哟,大忙人来了,爸爸,你是不知道,姐姐在你生病这几年,偷摸着成立了一家公司,挣了不少钱呢。 病床上的沈建宏看起来脸色有点差,歪着嘴像是中风,怎,怎么回事。 话一出 确定是中风 这边 许文凤抹了抹眼脚本就不存在的泪花 哽咽道 医生说人是醒了 但是躺了五年 身体机能都下降了不少 所以引起了中风 家里的公司你也知道 正在面临经济危机 稍有不慎 很有可能会破产 沈安 你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分上 救救我们吧 我看着逐渐靠近的身影 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拒绝道 什么一家人 前些日子 还有人阵阵有词地说 我不是沈家人 沈夫人 真是贵人多妄事 自己说的话 转头就能忘得一干二净 我来不是为了 看你们严苦情细的 而是准备了份大礼 病房里没有人出声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我慢条丝里地凑到沈建宏跟前 用大家都能听得到的音量缓慢到 爸爸病了几年 不知道以前的记忆恢复得怎么样 我前些天在街道看见了方阿姨的女儿 对方还认出了我 话刚说完 病床上的沈建宏身子出现抖动 合不上的嘴巴不停地躺着口水 整个人狼狈急了 许文凤一把将我推开 沈安 你在干什么 你爸好不容易醒过来 你这样刺激 他会加重病情的 我没挣扎 顺着许文凤 推动的力量来到门口 仿佛只要一抬脚 就能从病房离开 沈建宏灼热的视线紧盯着我 张大嘴巴无声呐喊 回来 他怎么样 我看到他的反应 知道沈建宏没有遗忘自己的白月光 脚收回来 没有转身离开 状态挺好的 路过好几次 都看到他推着小车到处去摆摊 看样子挺辛苦的 爸爸 你说 他的父亲是谁 我有问过他 但小姑娘支支吾吾 眼神躲闪说不明白 后来一见我就躲 点到为止 许文凤和沈鸟鸟不傻 一下子就能听出我话里的意思 只见刚才还气冲冲的许文凤 连忙挪到病床旁 泪眼婆娑地看着病床上的人 颤声道 你居然在外面养女人 沈建红 你没有心 偷偷摸摸在外面养小三 就算了 居然还养了私生女这么久 我劝你赶紧收起心里的小九九 沈家的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他的 别做白日梦 我就站在床边 看着许文凤声嘶力竭地质问着 正在中风的沈建红 嘴角扬起了笑容 沈鸟鸟已经傻了 双眼呆滞 我没声张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病房 推门那一瞬间 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清新了 车子拐了几个弯 最后停在坑坑洼洼的小巷口 还没下车 已经闻到了垃圾的味道 一个熟悉的人将我堵在路口 正是消失了快一个月的方林 其实 从那天方林放鸽子 开始 我就让人重新调查了她 她的身世一片空白 一个普通模特怎么会是一片空白 我又让宋言动用宋家的势力 仔细又查了一遍才知道 原来方林竟然是沈建红的私生女 我淡淡地朝方林笑了笑 看来是我操心了 我真以为沈建红的私生女 对她的钱没有兴趣 原来只是没找到机会罢了 方林盯着我脸上的嘲讽 耸了耸肩 并没有否认这件事情 大大方方地承认道 没错 我接近你和沈鸟鸟 确实是带有目的的 可惜我还是没能亲眼见到沈建红 我笑了 不紧不慢地将真相吐出 你当然见不到她 因为她在医院 沈建红住院五年 这件事情你应该不知道 我想她本人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毕竟植物人就像死人似的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方林回头 满脸不可置信 你在撒谎骗我 沈建红好端端的 怎么会变成植物人 还是五年这么长的时间 沈小姐既然能够准确找到这个地方 说明我和你父亲的关系 已经没法瞒住了 但我还是要说一声 你现在争夺沈家家产 最大的敌人不是我 我连沈建红的面都没有见上 根本没有机会参与这场战争 我听着越来越离谱的话 连忙打断 你误会了 沈家的家产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今天过来 只是为了分享好消息 只要两分钟 沈建红醒了 就在今天 虽然说醒了 但有一点中风的症状 状态不是很好 我相信 她能让方阿姨把你生下来 心里肯定是 有你的位置的 沈家这么多钱 你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吗 方林双手紧握 犹豫不决的目光 直挺挺地 落在我的脸上 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结果眼 突然让我去奋一杯羹 我怎么信你 我十分诚实地点头 我不缺钱 就是单纯地看热闹 不嫌是大 不想让沈鸟鸟好过罢了 只是提一嘴 剩下的事情 你自己做主 对了 我想知道你的违约金 是谁赔的 方林面色苍白如雪 木木道 沈鸟鸟 是她教唆 我放鸽子的 我没忍住 哈哈大笑起来 如果沈鸟鸟知道 你是沈建宏的私生女 为了钱财接近她 半夜睡着了 都想扇自己耳光吧 笑死 她偷她亲爹的钱 给亲爹的私生女 还添价违约金 有趣 真的是太有趣了 我潇洒地开车走了 后来几天都在沉迷于忙其他的事情 再次听到方林的消息时 是在宋言口中 她兴致勃勃地磕着瓜子 沈家这两天也太热闹了 先是沈建宏醒过来 紧接着私生女找上门要家产 你知道私生女是谁吗 居然是前段时间 放你鸽子的模特 方林 我还听说沈建宏准备将私生女领回家 许文凤因为这件事情 直接气得中风住院 我抿了一口热咖啡 笑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参与 沈建宏醒了这个消息 还是我告诉方林的 她为了钱 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 等着瞧吧 沈建宏是绝对不会放任自己 私生女在外流荡的 鸡飞狗跳 才好看 宋言听完后 悄悄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大小姐 出手就是比别人快 狠 这下子沈家的热闹 有得看咯 兔子急了 也会咬人 这两天 你自己小心一点 沈鸟鸟 不会坐以待毙 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宋言这张嘴开过光 我板着脸 看向不远处的沈鸟鸟 打算静止走过去 途中被等待已久的沈鸟鸟拦下 她发丝凌乱 张嘴就骂 沈安 你是不是脑子不太正常 让方林上门抢家产 这个人我是不会放过她的 现在爸爸一心想要认回私生女 妈妈被弃的住院 到头来我们几个什么都没有 我摊开手 不在异地耸了耸肩 语气充满鄙夷 沈家的家产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想要 那你就去争取啊 方林又不是我养的 这也能怪罪到我头上 爸爸只是中风 又不是失去记忆 自己在外面养了女儿 想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等到那个时候 你们连争取的机会都没有 这话不假 沈氏集团的大权 还没有交到沈建宏的手中 晚上 我从公司出来 拎着钥匙刚走进停车场 身后传来 稀稀苏苏的小动静 双手抓着手机 确定小爱同学 自动联系了紧急联系人 忙弯腰躲在车子的缝隙中 下一秒 粗犷的嗓音响起 我靠 人跑哪去了 赶紧找 别让他跑了 停车场很吵 除了男人的说话声 还有铁棍划过地板的刺耳声 我动都不敢动 依旧是同一个人 来个人去守着他的车 我就不信他还能跑出停车场 剩下的人跟我地毯式搜索 这六十万要是飞了 我让你们一个个吃不了兜着走 我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根本分不清楚是自己的心跳声 还是这些人发出来的声音 这时刺眼的灯光闯入 我透过缝隙 看到宋妍从驾驶座上跳下来 有点拽 哟 我当是谁呢 街头混混连宋家公子的车也赶拦 接下来是不是还要打劫呀 你们准备劫财还是劫色 男人看清眼前的人 连忙点头哈腰表示并没有这回事 宋妍黑着脸呵斥 赶紧滚 我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离开 超过时间后果自负 话音刚落 一大群人落荒而逃 我就猫在车子缝隙中 几分钟的画面跟电影似的播放 宋妍已在车门叫人 人都跑了 赶紧出来吧 我没继续藏着 走了出去 宋妍一脸嘚瑟地走过来 炫耀道 我这波是不是巨帅 这是我第二次英雄就美了吧 看来大小姐还是离不开 本少爷的 哎 短信是怎么回事 我受到了惊吓 心跳过快不适合开车 被宋妍射进她的副驾驶 车子离开停车场 耳边全是宋妍的叨叨 我转头 洋装生气 闭嘴 明知故问 宋妍黑黑一笑 没说话 过了很久 我们的重点 才又落到这群小混混的身上 看来是我低估沈鸟鸟的手段了 上午刚上公司闹过一次 晚上就送了份大礼 既然这么怕被方林争夺财产 那我只能搭把手了 宋妍开着车 不忘搭话 这是不需要我们操心 方林可不是善茬 这个接骨眼敢单枪匹马上门要钱 肯定是个狠角色 说明她清楚 自己在沈建宏心里有几斤几两 听说沈建宏 已经将自己的私房钱留给她了 剩下的只能接手到 沈氏集团这个烂摊子 我听了有些亚然 反问道 你哪来这么多小道消息 既然公司只剩下空壳 那我想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住上桥洞 以前张口闭口让我俩住桥洞 看来他们也很喜欢 这话不知戳中宋妍哪里的笑点 她嘴角挂着黄眼的笑意 桥洞吗 那得几个月 现在许文凤还没从昏迷中醒过来 审视破产 后面就只有老婆小等着他们咯 小混混的事情刚过两天 这天晚上我收到了沈鸟鸟发过来的图片 是她和宋妍的聊天截图 说是聊天 也只有两句话 沈鸟鸟 宋妍 我有点事情想和你聊聊 晚上八点 维也纳酒店 四千二百三十六号房间见 宋妍 可以 我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 随后多次确认图片上的号码 是宋妍的 这才看向时间 北京时间 距离约定好的时间 只有十分钟 不得不说 沈鸟鸟是真的会 我掏出手机 给宋妍打电话 第一次不接 不信邪 再打一次 第二次还是不接 我的手指瞬间冰凉 宋妍 这么饥饿如愁 怎么会单独去见沈鸟鸟 我待不下去了 连忙抓过车钥匙出门 开着车来到酒店 刚走进酒店 就听到前台 两个小姑娘在嘀咕说着八卦 姑娘一 刚才我看见 宋家公子了 这人是真的帅呀 姑娘二 你居然能看到人 如果不是清洁阿姨 捡到她的手机 我还不知道她来我们酒店 办理入住了呢 姑娘一 捡到手机 真的假的 姑娘二 当然是真的 五分钟前 她的助理 刚把手机领走 两人还在讨论 我却一个字都听不下去 这时 手上的电话响了 宋妍的号码在屏幕上跳动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突然给我打这么多电话 宋妍的语气很急促 我没硬 而是反问她 你在维也纳酒店 宋妍答非所问 只是敷衍地回答道 我现在有事 一会儿再说 说完 她竟然将我的电话挂了 我愣愣地看着电话屏幕 只觉心脏抽疼 失魂落魄地离开了那里 我不怕任何事 唯独 没有勇气冲上 四千二百三十六号房间 推开门质问她 一个小时后 宋妍打来电话 我心中莫名地 促意和战有欲 促使我又一次 将电话挂断 后来干脆 直接将手机关机 不知道过了多久 强烈的车灯扫过我身上 紧接着是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还有喘气声 宋妍的声音紧随其后 蹲在这里做什么 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公司资金链 出现了问题 大小街 你别不说话呀 我抬头 眼神有些暗淡 你和神鸟鸟聊了什么 宋妍医症 显然听不明白 什么东西 我跟她有什么好聊的 神鸟鸟又找你麻烦了 我就说 这人留不得 我懒得废话 二话不说 直接将图片甩在宋妍脸上 这是什么 事到如今 你还要骗我 宋妍抓着手机看 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不对劲 先是疑虑 后来只剩下恍然大悟 你先别着急 这件事情 我可以解释 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想趁这个机会 抓到神鸟鸟的把柄 然后将沈家一击毙命 所以假装答应可以聊聊 本来是想让你跟着的 可我担心他们雇了 斯家侦探盯着我 只能假戏真坐过来一趟 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你猜沈妙妙 想干吗 他居然给我准备了一杯红酒 估计想给我下药 然后栽赃我一波 让我强行娶了他 喝 小爷我直接拿起红酒 灌他嘴里 然后关上房门 让他体验了一波 什么叫自取灭亡 我扎了扎嘴 尴尬地呕了一声 送颜像是看穿了我心中所想 捏了一把我的脸 谁能想到 事情最后发展成这个样子 你居然怀疑 我和神鸟鸟大晚上来开房 我是那种与始为伍的人 快点和我履行婚约 这样我就是你一个人的了 你就不会吃醋了 现在知道着急了 是吗 说到这儿 宋颜有点生气 误会已经解开 后知后觉的不好意思涌上脑袋 整张脸变得通红 我才没有呢 宋颜的视线不知落在哪个地方 缓了很久 嗓音有些沙哑 好了 不说他了 附近就我们两人 皎洁的月光 洒落在宋颜的尖头 他不知从哪摸出来个红丝绒的盒子 担心朝我下跪 沈安 嫁给我 我的心脏疯狂跳动 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宋颜抿着唇 又追问道 你要是不愿意嫁给我 那就考虑一下宋家小公子怎么样 他有钱又有盐 身高185 有着八块腹肌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真的不考虑考虑吗 我抬眼看他 笑着问 一定要考虑吗 不能直接答应吗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说完这句话 月光好像更亮了 半个月后 我和宋颜举行了一场盛世婚礼 与我们世纪婚礼一同冲上热搜的 是沈氏破产的消息 沈鸟鸟那天自食恶果 冲进别人的房间里 轻薄了一个花季少男 被对方起诉了强奸罪 沈鸟鸟入狱后 方林入主沈家 把沈家闹得鸡犬不宁 本就中风的许文凤更是疯了 天天叫苦连天地要从医院顶楼跳下去 沈氏本就亏空 又因为沈鸟鸟挪用了公款 当违约金更是雪上加霜 沈剑红厚着脸皮来求我 得到的是一个红色感叹号 沈氏的故事到此结束 而我和宋言的未来 将会是一片光明